音乐只有两种 会想要再听一次的音乐 以及不是这样的音乐 只有这两种 大家好,我是雅思源 圣诞节快乐 这次就是今年最后的书品推荐啦 总之,这是一个 我会非常随意地介绍 我近期所看过的好书的广播式小节目 每次三本书 三位作者,三种风格,三篇物语 书品时间不多哦 没关系,也可以当做广播放在一旁 一边慢慢听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希望接下来的三本书 可以激起你更多对于故事世界的重解 第一本,乐人Noise 山景光所著的情文出版弹之为所义 封面于那一场话是由春夏冬U所绘制 之前综艺未上市前就颇有兴趣 也被许多人推过 如今终于有空败读了一番 还是甚至自己被其中的原因碰撞、死裂 并将被永不止觉的绵烟大河淹没以前 赶紧来分享心得吧 故事描述因在自己的钢琴音频道上传 有话题自显的钢琴神童 一个因期待而限缩热情的杂小鼓手 一个因习惯而刻意掩饰百分之百表达的权能乐手 三名女子与春夏真情 正名插入他们人生的少年 在平静的校园中 招致出了不平静的激情乐曲与杂音 呃...刚刚的说法怪怪的不过就算了吧 本书有着相当强烈的却又不顾于强劲的作者个人风格 从古典、爵士乐曲以及各种定音乐器的专用名词插入 到角色对白的字笔行间 那些对于乐曲的执着、独到见解与认识 都可以感受到山景光所在我们视野上染上的斑斓色彩 哪怕是对音乐、乐器品牌不甚熟悉的人 应当都能感受到其中所投入的热情 而最特别也最让人沉浸其中 完完全全被那文笔情怀所奴获、冲击、罪名、压制的 无非就是作者对于演奏的描绘 反而跟音乐这个词本身所代表的含义一样 在无穷无尽的曲风、乐音、和声、变奏交错的世界中 山景光也有着无穷无尽的比喻法 描述、结构以及优雅且强而有力的形容字句 将每一段每一段拯救了不同少女的乐音、曲调与激昂的合奏 都装点上了十月艳红、十月幽兰的酒意色调 在互相敲打、伤害、吞噬、抢多多同时和尾仪 这才是音乐真正的姿态 各个乐器的G6乐式韧性而强烈 在碰撞的时候才会汇聚成更加汹涌足以撕裂大地的一条大河 好强、真的好强烈 诸如此类的描述与对于乐音乐理的阐释 都一次又一次吞没着我 让广阔巨大的天空与大海包覆住的视野 使叠音、语音、各种羌肉音持续缭缭于脑海 尤其这些让我们在文字中也能自意享受 犹如清零现场般的Life感受的情节 又总是包含着其中他们的各种 执着、放不下、还有剧情带来的转变 使整体清少说的深度更加烈的着迷 故事里的存在日多认为自己只是运气好什么都会一点 陈天只会跪在电脑前运合成期作伴 编曲正所谓无处继承的平凡人 在与这些少女相遇并认识了他们的强大后更如此 然而那只是因为 她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 淫 没有再被铁丝碗围起来属于青草、台仙、薄油的国度中 在钢琴声里真正意识到起点之后的未来与自身的重量 音色是否会因弹法而改变 被遗忘的旋律歌曲是否会因人与人的相遇而重新开始呼吸 在乐园的杂音中与无名之花的地狱下 从自己的心跳里去寻找答案吧 第二本 《侦探AI的现实深度学习》 早版令所著青红文化出版《匪华理所义》 佛范绘制了香香的白发明少女封面 这本书...很小 very small 大概就跟日本文库版一样的大小 轻松好读 没有负担 只是整体读完后... 感觉... 不过瘾 故事讲出在AI话题研究再度未为风潮的时代 AI也就是人工智慧的莫名权威研究者 于某一天因活在意外死于密室之中 仅留下了他所研究的双猫台AI 分别在以资料库深度学习为基础的实验精神中 扮演心境与犯人的项义与语相 还有其唯一的儿子 何维甫 此举案情并不单纯的父 启动了被父亲遗留的项义 奇迹能找出事件的原味 乃至进一步调查十几年前母亲去世的真相 在阅读了数千本的推理少数电子书后 由刑警转之为侦探的AI项义 与骇客组织霸核心 日本公安 接近环保团地 还有她的姐妹 以向之间的对决 都在一场又一场的离奇案件发生 &解决的过程中 逐步接近企图颠覆人类世界的阴谋 由上面的故事介绍应该就可以略知 一二 这部作品中有相当多的专有名词 不只是人工智慧 数学理工领域相关的知识与理论 作者个人在具有重要感的笔触下 所衍生的诸多词汇 世界观设定 也时常穿插于故事之中 而必须老实讲 在起初的一两章 AI与AI对决的火药味 以及为了调查可疑案件而开始的气球过程 这些算是可圈可点 尤其只能困于电脑或行动装置荧幕中的 AI美商女在思考时 也会陷入框架问题 表现出非人类这样可爱的一面 在前段就成功抓住了脸球 然而 从后段开始的诸多案件推理过程 以及故事性本身 就显得有些法力 甚至在感情线之快 无论是主角对于父母之死的悲愤 释怀 还是其他的公安反派配角 在起转成河之间的动机与心态变化 都显得清定点水 但薄而不尽影响力 毕竟在一开始就设计出了这样一个 从主角低潮的大量女性图档 深沉银和喜好的外貌 的美少女AI 不缅约期待一些 她与辅之间的画质反应 不过嘛 期待归期待 至少本书还是有做到了她的点题 当人工智慧来到现实世界 他们该如何认知极具变化的环境 也许在全体世界 他们能透过分析图片 影音数据的特征 来归类眼前所见的事物 但现实中的创造力 变数 乃至灵魂的情感本身 都太多太多 如何去深度学习 并适应生活 变成了AI真正的课题 新银的题材 良好的点题 可惜 朴实无化的故事 但如果你有兴趣 不妨也试读一番 第三本 夏天结束时 你一死就完美无缺 《闲仙堂有记》所著 台湾脚船出版 王静怡所以 并由KUKA绘制封面 《闲仙堂有记》老师的风格 那种和谐的日常与互动编辑出的水面下 所暗藏的淡淡的兵态感 于沉重哲理 一直是个人相当喜爱的 本书迅述在茅台 这产业难以发展 连学校人数都少得可怜的 穷相比较中 除了政府大力补助建设的特殊疾病 轻快病的疗养院 仿佛异端般立于少强村的婆树街景以外 一般人的生活 包括国中生讲读日向 都过得平庸 平淡 甚至 贫穷 但有一天 日向经过了疗养院的围墙 偶扬于这座疗养院的唯一名病患 都村民子邂逅 并半强破底 接受了这名女大学生病患的提议 只要能在西洋跳节的对峙中赢过她 就能在她死后 得到价值3亿元的自己 也就是全身都变成了保值金块的遗体 古老的游戏与大别的财富 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也拉近了毁灭的实现 在书中所幻想的这个金块病 全名多发性精化吸纤维发育异常症 是个尚无解药的不知之症 患者会随着实验推移 身体各部器官一个接一个硬化 接近背骨头金石 最终在死后 一点一滴 亦变为极端接近金质的物质 患者的一根手指 大概值个10万人 半截腿部 能卖到4000万人 死后的全身 则是3亿元以上的价值 在这个特殊病症的设定下 作者带出了一个看似平淡 实则凄美的爱情故事 就从先前 直到杀了我最心爱的小说家为止 Nio高荒等作品 本书也带有一丝扭曲孤独的意味 借由平时而又隐藏诸多细节的文笔 去讲述 证明自己真正喜欢某人的心情 不会用过多的形容一批语句 也不一定句句都充满了活力有紧张感 但斜血糖的风格 总是能让人不知不觉置身其中 哪怕主角的生活 与我们周遭的环境填茶的地缘 依旧能够产生共感 随着逐渐升温越来越不对劲的剧情 而感到畏惧 尤其 我推的轮影上作者3亿元 现在的迷子姐既不能对我笑 也不能陪我一起下西洋挑起 却远比能做这些事情时的迷子姐更具价值 这样子明示伏笔 将结尾即将发生的事情摆到序章 接着每一张每一张都穿插着回忆 提醒读者大事不妙的说法 究竟是深压着他这个人 还是看上了他那笔用都用不完的财富 日向与迷子 两人隔了近10岁年龄差的爱恋 既淳朴又孤独 就像是52赫兹的鲸鱼 他那同一族类都听了间的宁宁叫声 唯有同享孤单的生命才能够拥抱 因为尽快病 迷子必须透过一切来证明他喜欢日向 而非某名大姐姐死前最后的偏执 因为尽快病 日向想透过抛弃一切来证明他喜欢米子姐 也不是被外界认定为拐骗将死之人的小孩子 抛弃与给予 邂逅与离别 痛苦与幸福 或许这就是爱情原本的面貌 也是作者想透过故事来传达的意念与价值 而虽说最后的结尾 我觉得少有遗憾 无法完全释放情感冲击 并感受他们两人的悲痛 然而 依旧不是为这个联摸的最后 值得拿起来度过一天的好处 以上本期的书品就到这边 还有哪些书是你很喜欢希望推荐给我的呢 都欢迎在留言区敬请分享 喜欢影片的话也别忘记订阅 追踪支持我的频道和社群 那么就这样 想说故事 好好生活 我是雅思源 我们 与明年的故事中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уб